至于要怎么更改呢 大概说明一下 在我们的那个Android的SDK里面呢 会有一个Pattern Forms 我们的版本 那我这边只有一个10的版本 在10的版本里面有个Data Data里面呢 各位会看到一个 一样会有个RES RES里面呢 也会有个Layout 也会有个Layout 所以呢 在这个Layout里面呢 就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我们的这个叫Spinner的 Simple的一个Spinner的ListItem 在这里 我把它用一个检视 用清单的方式来看一下 其实它的版本就在哪里呢 Simple的什么Spinner 这个是还没选的 这个是选的 那我可以做一个方法 就是说呢 我如果要修改里面的东西的话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把这两个版本 搬到我内部 本来在外部 对不对 本来在Enjoy里面 我如果要把它搬到自己里面来修改的话 很简单 选到它之后呢 丢到Layout里面去 放开 它会出现要不要Copy 把它Copy过来 这个时候呢 将来 你就可以不要加一个Enjoy开头了 你就是R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Layout里面呢 就会有这两个东西了 那你就可以针对这两个View呢 去做修改 它的外观 就可以改成你想的那个样 比如说字想要放大或缩小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打开来之后的话 去修改它的什么呢 修改它这边是一个View 修改它的Color 跟它的Size 这边有个Test Size 假如它现在字比较小 我希望把字放大的话 我把它更改为24SP好了 SP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在执行之后你会发现呢 字就会放大了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概先跟各位讲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内建的范本里面 记得是在 Android SDK里面的Pattern Forms里面的版本 Data Resort Layout里面 OK 你把它搬进来做修改 这样的话呢 本来Spinner长得就固定的样子 你可以就可以修改它的样子 我想这部分的话开个头 那时间的关系 先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